北京故宮 又稱紫禁城 原本是明清两朝 二十四位皇帝的居所 1925年 紫禁城遥身一变 成为北京故宫博物园 亦是世界五大博物馆之一 故宫 不单只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 木结构建筑群 亦都珍藏了一百八十多万件文物 几乎全部都是稀世珍宝 每年吸引超过一千五百万人次的观众到访 在2015年10月 故宫博物园刚刚庆祝了他的90岁生日 今集我们请来了故宫博物园院院长 善制祥博士 他会为我们介绍故宫的珍藏 以及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我今天交流的题目是故宫的世界 世界的故宫 再续故宫博物园90年的辉煌与梦想 这两句话 一个说空间 一个说时间 故宫的世界 就是故宫里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故宫的外部 它是如何在世界文化中定位的 是指空间 那么时间呢 去年 故宫博物园度过了他的90岁生日 下一个90年呢 在历史的长河中 他还有什么样的诉求 有什么样的愿景呢 我想谈谈这方面的感受 这是紫禁城 大家都比较熟悉 明清24位皇帝 曾经在这里居住将近500年的时间 今天 它是个世界遗产 周边 画了14个平方公里的缓冲区 来禁止高大建筑 来侵害 它的文化景观 确实 它可能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一个 四合院建筑群 我在三个月的时候 被父母抱到北京 就一直居住在北京的四合院里面 没想到 到我老年 住进这个在北京最大的四合院里面 开门 对我来说是感觉非常光荣的一个工作 大家知道在90年前 1925年的10月10号 紫禁城的内庭第一次打开了向公众开放 这是一个 对于这块土地来说 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也是一个里程碑的日子 当天下午在三千多名社会名流的见证下 紫禁城有了一个新的名字 究竟在故宫博物院开放的第一天 有多少人光临这里 今天也不得而知 但是据我们老员工回忆 当天下午观众离去以后 他们从地上捡起被踩掉的鞋 整整捡了一大框 说明紫禁城变成公共博物馆 第一天就是蛮有人气的 今天就更有人气了 2002年故宫博物馆迎来他第五位院长 就是郑锦廟先生 当时这一年新院长到来 所以观众来的人也多一些 是第一次突破了700万 就是2002年 当时世界上关注最多的一座博物馆在法国 叫卢浮宫 但是过了十年 故宫博物馆换了一个新院长 这一年观众突破了1500万 也就整整十年 观众翻了一番 那么可想而知 它的面积没有增长 但是观众增长一倍以后 我们遇到的一个世界级的挑战 如何平衡 它的观众数量的增长 和它文化遗产的安全 以及人们参观的感受 是我到任第一天 就遇到的一个难题 所以这几年一直 我们在平衡 在采取一系列的措施 先把观众的数量稳定下来 每天观众数量都很多 并且他们集中在 相当的一些核心的区域 除了每年1500万 买票的观众以外 每年还得接待大量 不买票的观众 去年我们一共接待了 800批次 大约7万人 也是都需要认真接待的 人们为什么要到故宫博院来 我想最主要的是两个因素 一个是看它的古建筑群 大家知道古都北京 有一条清晰的中轴线 从永定门到中楼 7.8公里 虚实结合的 气势磅礴的 在这条中轴线上 最重要的 最核心的一组建筑 恐怕莫过于 所谓9999间半的 紫禁城的古建筑群 当然我们今天 做过详细的统计 并没有9999间半 今天我们拥有的是 9371间古建筑 我们还有很多临时建筑 需要拆除的 还有呢 就是我们的地下库房 也是世界最大规模的地下库房 由于它是世界遗产 所以呢 周围呢 高大建筑很少寝入 所以是个平缓开阔的空间 这里有这些壮伪的建筑 严谨的形质 绚丽的彩绘 都表明它是中国官式 古建筑的最高形质 同时还有很多 生动的空间 有些老师说 我们今天很多 香港同学们 他们了解这段历史呢 经常是从电视联系剧里面 了解的 太多的电视联系剧里面 看到皇帝坐在金文宝殿里面 上早朝 绝对是稀说 明代的皇帝上早朝呢 就是在太和门的门洞前面那块平台上 而清代的皇帝上早朝呢 是在乾清门的门洞里面 从来就没有舒舒服服的 在金兰宝殿里面上过早朝 这里有这些精美的装饰 独特的色彩 我们每天看着故宫的这些色彩 36%是红色的 17%是黄色的 这些呢 我一直认为它并不是油漆 染料彩绘上去的 它是时间积淀下来的 是难以模仿的 同时有这些真实的信息 典雅的原理 都表明它有着厚重的历史 同时非常难得的紫禁城和周边 有着丰富的天际轮廓线 这个在古都的风貌中 是非常珍贵的 总之呢 整体是一个和谐的环境 这也是人们到故宫博物院 希望能看到的景观 比如这个景观 一到天气好的时候 当然也包括雪后 几百架摄像机照相机 都对着这个镜头 然后把这个风景 发到世界各地 第二个人们到 故宫博物院来的理由 可能就是来看 他的文物藏品 但是故宫博物院 究竟有多少件文物藏品 社会各界并不知道 长期以来 故宫的员工也不知道 更奇怪就是 故宫博物院的院长也不知道 我们郑清廖先生 十三年前来故宫博物院 当院长的时候 你要问他 郑院长 故宫博物院有多少件文物啊 他一定含含糊糊地说 就一百多万件吧 我不懂 我是四年前到故宫博物院 当院长的第一天 我就能清楚地告诉 问我的人 一共一百八十万七千五百五十八件套 为什么我能答出来呢 郑院长告我的 他领导故宫人 用了七年的时间 把故宫的藏品 最全面 最彻底地进行了一次清理 大家知道文物清理 跟属一般的东西不一样 他每一件都要给他定名 像我们一个新生孩子 要给他冠名 然后呢 要给他编幕 要建卡建账 还要跟原来的账 原来的卡要对应上 非常艰苦的工作 还把他分类 分成二百三十个类别 归纳成十五个大类 我做了十年的国家文物局局长 我知道这个数字 对全国的文物产品的意义 现在大陆一共有 四千一百五十座博物馆 收藏的国家定级的珍贵文物 一共是四百零一万件 馆藏文物分为两类 一类叫珍贵文物 又分为一级 二级 三级珍贵文物 其他亮大面广的一般文物 珍贵文物是四百零一万件 收藏在故宫里面的 一共是一百六十八万件 占全国馆藏的珍贵文物 百分之四十一点九八 就是百分之四十二 三分之一强 不到二分之一的珍贵文物 收藏在故宫博物院 再打一个比方 几乎所有的博物馆 都是一个金字塔形的产品结构 塔尖是镇馆之宝 珍贵文物 腰身是亮大面广的一般文物 底层是带研究 带定级的资料的话 故宫博院是个例外 是个倒金字塔 珍贵文物占馆藏文物 百分之九十三点二 一般文物占六点四 资料只占零点四 几乎渐渐都是珍贵文物 我就举几个类别 第一绘画 大家知道千里江山图 五牛图 富春山区图 这些都是重要的产品 还有韩西载 夜宴图 清明上河图 一共有五万三千件绘画 法书 书法 像南庭 中秋 博院 也是重要的产品 一共七万五千件 还有就是碑帖 非常重要 历代帝王都研习书法 他们会广泛地收集 明山大川里面的田野石刻 那些信息 把它拖下来 收藏起来 但是处于自然状态的 那些田野石刻信息 千百年以后 风化了 损毁了以后 当年最重要的信息 保留在博物馆里面 一共两万八千件 刚才说的 五万三千幅绘画 七万五千件书法 两万八千件 碑帖加起来 是十五万六千件 应该说世界上 非常重要的一个 纸质文物的汇集 故宫博物院是收藏 铜器最多的一个博物馆 十六万件 其中最珍贵的 有一千六百七十件 是带先秦明文的青铜器 也是世界上收藏 带先秦明文青铜器 最多的一座博物馆 这里有一万一千件金银器 一万九千件漆器 和六千六百件法郎器 这些都是传世的艺术品 玉石器 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骄傲 中华五千年文明 甚至上述八千年的历史 通过故宫收藏的玉石器 可以把它链条串联起来 比如出土于东北 红山文化的玉器 出土于浙江两祖文化的玉器 甚至更早一点 出土于安徽宁家滩的玉器 我们都有广泛的收藏 一共三万两千件 陶瓷当然是世界上收藏最多的 95%都是出品于景德镇的玉瑶瓷器 一共是36万七千件 是个天文数字 织绣 我到公共博物院来之前 我就没有想到 有这么多的织绣 后来查阅资料 在苏州 杭州 江陵 当年三个制造局 最多的时候 七千人给皇宫做织绣品 所以今天我们的库房里面 保管着十八万件织绣 还有这些靴帽 还有一些配饰 雕刻工艺 象牙制品 寿山枝制品 一共有一万一千件 还有一万三千件 其他工艺 其中作为产品来说 比较难保管的就是这些盆景 半米来高 一米来高 因为它不规则 不像瓷器啊 玉器可以装入囊匣 它步步愣愣的 枝干是玉石做的 花朵是玉片做的 树叶呢 很多是笑牙制品 所以呢 无论是清洗也好 搬运也好 展览也好 都要非常小心 掉下一片不得了 一共一千四百盆 文具 文房四宝 纸墨笔宴 六万八千件 生活用具 是故宫藏品里面 最复杂的一类藏品 就是在内庭里面 地后生活使用过的一些东西 比如当年喝的普洱茶 大量的中药 所以今年五月 我们要举办一个中医药的展览 宫廷的中医药的展览 它还有很多奇怪的东西 比如下面这个抗席 铺在抗城这边席 两米一六长 居然是用象牙做的 非常薄的 世界应该也绝无仅有 还有六千两百件 明清家具 非子弹籍黄花里 一共三万九千件生活用具 我们国家的博物馆里面 收藏的外国文物很少 因为长期以来 中华民族没有去偷盗别的国家东西 抢劫别的国家东西 是吧 一直我们都和平发展 所以我们的博物馆 都是自己的东西 但是故宫博院是个例外 五百年来 史臣纳贡文化交流商品贸易 汇集了上万件的外国文物 比如西洋钟表 十八世纪的西洋钟表 收藏数量最多 品质最好的并不在欧洲 是在故宫 我们一共有两千两百家 所以无论是瑞士也好 英国也好 法国也好 德国也好 他们来看十八世纪的西洋钟表 经常要到故宫来看它的原物 包括那个时候生产的曲面的玻璃 大量地使用于钟表 宗教文物 一共四万两千件 其中百分之八十都是 藏传佛教的文物 有两万三千件佛照相 有七千件技法技 还有两千块十八世纪的堂卡 五倍一丈 太和殿前 圣典 庆典 使用的装备 中和韶月 数量也很大 三万三千件 帝后喜印 皇帝的印 皇后的印 一共有五千零六十枚 其中最大的一枚 很少有人看过 我看过 这么大 乾冬皇帝 八十五岁要退位的时候 给自己刻了一方 和田玉的印 我为什么能看到 作为院长也不好意思 到库房说把最大的印 拿出来给我看看 那天吴邦国委员长来了 他们把印给委员长看 告诉我 这印盒坏了 你跟委员长汇报一下 完了 委员长看完印 我说 委员长 你瞧这么好的印 这个紫坛的盒裂了 那交开了 委员长说 怎么裂了呀 我说我们没保管好 委员长说 为什么不好好保管啊 我说我们的地下库房 八十年代建的 按当时的技术条件 整个地下库房 两万两千平米 只能按一个温度 一个湿度来设定 其实文物呢 不同材质 应该按不同的温度湿度设定 当时做不到 所以呢 对一些文物就不合适 我们现在是按书画 设定的温度湿度 委员长说 那要把它改造成 现代化的智能型的博物馆的空调系统 重新进行改造 要花多少钱啊 我说要改造成一个 现代化的文物库房 要花四个亿 委员长就不说话了 我想糟糕了 幸亏委员长又问 你们地下库房 保管的多少件文物啊 我说这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地下库房 九十万件文物 在故宫的一半 并且是珍贵的部分 委员长说 要说九十万件文物 花四个亿 把它保管好 是值得的 您给我写一封信 这个我批给国务院 然后我们就写了一封信 上面留了很大的白 委员长居然给批满了 我们上要对的祖先 留下的文化遗产 下要对子孙后代进行文化传播 我们当代必须要负这个责任 批给李克强常务副总理 李克强总理批给发改委 资金就落实了 就是这一件事 我们非常感谢国家的关怀 同时我们得到一条非常珍贵的经验 就是从那以后 领导在那视察 我们就一定给他看最不好的东西 往往走的时候 嘱咐我们赶快写一封信 明刻是我们最重要的文物 大家知道有文字的文物 比没有文字的文物要重要 比如这十面十骨 应该说国宝中的国宝 我们从网站上点击 会知道故宫伯愿收藏的 出土于安阳殷墟的甲骨 一共有4700片 其实我们真实的情况有 23000片 只是在文物清理的时候 对于这些有名文的 有这些刻画的 要给它定名和编幕 要经历一个更长的时间 所以我们还要再继续做这件工作 我们收藏的 出土于安阳殷墟的甲骨 占18% 最多的是中国的国家图书馆 32000片 第二多的台北的中央研究院的 历史语言研究所 他们收藏了25000多片 还有60万件古籍文献 其中有24万块是刷印的书版 也是实际上收藏书版最多的一座博物馆 公公博物馆的文物产品 每年也在增加 我来了以后大约增加了不到4万件左右 但是我们对于新增加的文物呢 是有一个严格的制度和规定 如果是清宫旧厂 在过去的历史 种种原因流失出去了 有一件算一件 我们都欢迎大家再给它捐赠回来 重要的珍贵的文物 我们还会出资构厂 比如在20年前 大陆开始有艺术品拍卖 当时就开始有一些 清宫旧厂的文物 通过艺术品市场浮现出来 我们抓住时机就开始呢 收藏一些重要的 流失海外的珍贵文物 比如我记得第一个收购的呢 就是在东北的一个老汉 收藏的一件 清宫旧厂 北宋的张仙石永图 当时花1800万给买回了 影响很大 因为20年前1800万数量很大 老汉站着急急拿出来的 他不知道因为过去文物是国家只管专营 现在能不能真正兑现给个人这个钱 将信将疑 结果把钱当时老汉拿走以后 媒体进行报道 很多文物又出来了 比如这幅出师送 这个出师送呢 当时有一点争议 是近的还随的 我们就请四位专家给我们鉴定 当时的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启公先生 我们的两位老专家 朱家进先生和徐邦达先生 还有今天文物鉴定委员会的主任 傅喜年先生给我们掌眼 最后认为确定无疑 可以够长 花了2200万够长回来了 启公先生建议呢 叫我们买上面这幅燕山明 他说这个是米符的作品 米符一生留下了很多书法作品 但是传世的大字只有三件 这是其中一件 27个大字 是日本一个收藏家收藏的 日本经济不景气 他出手了 辗转到香港 进入中国的大陆排卖 这太珍贵了 一定不能再叫他出去了 一定故宫留下 又嘱咐我们 不要花国家太多钱 我说 启先生 您这两句话要加在一起 我们就很难办 他的拍卖底价3500万 还要举盘呢 多少钱就买 几个专家商量 就是3000万咱们就买 3000万以上就放弃了 那谈判就很艰苦 那时候你瞧我还年轻呢 就是因为老谈这些 就变得现在这么老了 最后一轮我谈的 从晚上7点半谈到11点半 向启先生报喜 燕山明买回来了 启先生说多少钱啊 2999万 就是不到3000万 启先生说太贵了吧 我说北京建一公里地铁 8个亿 能买20多个燕山明 启先生说那地铁 国家有钱 什么时候都能建 燕山明要被外国的博物馆 买走了 可能永远回不来了 我以为就说服启先生 结果启先生去世以后 北师大老师告诉我 启先生当天写的日记 你知道怎么写的吗 我说怎么写的 他说启先生写道 燕山明回归祖国 大快人心 就是有关部门买得太贵了 但是启先生不知道 20年以后 中国的书画在内的艺术品 增长得不止十倍 现在燕山明要再买 恐怕不是三两个亿的问题 我们的产品向社会公布了 联合国教肯组织 国际博物馆协会 他们对于故宫 有一个新的平定 每次来都说 你们故宫世界五大博物馆 我就问 那那四大是哪些博物馆 往往说就这四个 英国的大英博物馆 法国的卢浮宫 美国的大都会 俄国的东宫 圣彼的阿尔密塔斯博物馆 我想一想很有意思 联合国有五个常任理事国 中国 美国 俄国 英国 法国 一个国家一座 说明没有一个强大的博物馆 是不能加入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今天故宫的观众不但多 我们分析关键是不均衡 冬季呢 淡季一天两万人左右 一到旺季 特别是学生放暑假以后 就像一座山似的就堆起来了 除了这座山以外 还有两根针 一根是五一 一根十一 十一这根针头 就是每年的十月二号 人最多 过去一到旺季 买票就是这样 你说你是世界五大博物馆也好 世界著名博物馆也好 你总得有个欢迎观众的环境吧 总得有一个优良的管理吧 但是我们过去是这样 买票的过程就是一个拓展训练的过程 要排一个多小时队 才能挤到窗口 然后呢 还要再排三个队 验票 安检 存包 进故宫博物院 时候已经精疲力尽了 心情体力都不是很好 所以要从这点做起 我们开始呢 对故宫前面的广场进行整治 过去呢 是商业化的广场 小商小贩 卖来自全国的小商品 不是故宫自己的商品 所以呢 很乱 进行了整治 然后过去这排房子 是出租的 租给别的人 他办一些格调不高的展展 什么太监展啊 宫女展啊 武则天展啊 还办过女师展 还收门票 二十块钱一张 出来就骂故宫博物院 其实也不是故宫办理 我们就进行了清理 然后先把广场搞干净了 恢复装重 典雅的氛围 做什么呢 为观众服务 然后把这排房子 攒打车以后 就进行了修缮 做什么呢 卖票 故宫的门票 其实并不贵 我们是低票价 现在四十块钱 旺季六十块钱 加上学生办票 老人免费 不足五十块钱 但这票不好卖 人民币 没有四十块钱 六十块钱的面值 越小的面额啊 它就是戳得越不整齐 所以呢 自动售卖机 我们试验了不行 那么靠什么呢 就靠人海战术 我们就开了三十二个窗口 我们对社会宣布 今天到故宫博物院门口 百分之九十五的观众 三分钟之内 一定能买上票 最多的我们承诺是 不要不超过十五分钟 超过十五分钟 你可以投诉 这样呢 先把观众买票的环节 弄得舒服一点 我们总在想 我们辛辛苦苦 办了那么多展览 观众是因为太疲劳了 所以没有去看 我们也很受伤 观众也很受伤 所以观众要能省出 一个小时的时间去看展览 看展览的心情和 排队买票心情 完全是不一样的 观众进去之前 还可以到我们观众服务中心 去咨询一些事情 看一下影视的作品 也可以涉及一下参观的路线 比如参观展览的路线 参观古建筑的路线 两小时路线 三小时路线 五小时的路线 有准备的再进去参观 需要的时候 进去之前 可以免费领取地图 手机充充电 喝点水 再需要可以领取我们一下 故宫人的残疾人轮椅 婴儿轮椅 老年轮椅 这个很欢迎 但过去我们广场是这样的 没有一个凳子 没有一个椅子 观众就只能席地而坐 当时最好的位置就是树坑 为什么人们要坐在这呢 很多外地来的观众很早就来看天文广场升旗 然后看毛底集电堂 看天文广场 走到故宫前面累了 吃一点喝一点 但是呢 这个很没有尊严 我们就坐了200把椅子 每把椅子上面可以坐三个人 600人可以坐椅子上 这树坑就没人坐了 然后我们就把它坐平了 这树坑坐平了 为什么要坐平的呢 就坐这种树垫 这我坐试试 这一圈能坐12个人 那么有多少棵树呢 有56棵树 我们就坐了56个树垫 这样呢 就能坐600人 现在600人能坐在椅子上 600人能坐在凳子上 1200人能有尊严地坐下来休息 这是我春节的时候穿羽绒服 我数着有多少人在排队 全是女性 其实男性也跑不了 他在旁边又看着孩子 拿着包 上洗手间 后来我们呢 进行了科学研究 得出的结论就是 女性的洗手间 要是男性洗手间 2.6倍以上 于是一到旺季 我们就是把 东面的洗手间 女性专用 西面的洗手间 一半男性一半女性 女性比男性多 是她的三倍以后 男性女性就都不排队了 其实有时候管理啊 稍微变换一下 就可以给大家省很多的时间 这是我们一个职工食堂 都改成洗手间了 端门广场改造以后 我们开始改造五门广场 1500万观众都要从这里进去 来宾也从这里面进去 但是过去的设置 买票的观众走两边的小门 不买票的观众走中间 那不买票就八万人 买票的1500万 所以中间门都经常空着 两边的排很长的队 有的那个东北的老大爷 看电视剧看多了 就说我第一次来故宫 我一定要像皇帝一样走中间 那时候还要劝大爷 您不能当皇帝 他说那外国人 为什么就能当皇帝啊 就是说不清楚 所以现在我们就三个门洞全打开了 谁愿意当皇帝当皇帝 愿意当大臣当大臣 就是就通畅多了 过去呢 安检和验票是这样的 就是验票员站在南竿里面 观众从这三个缝进去 怕人跑了似的 然后呢 安检机堵了半个门洞 所以就长期来安检排长队 验票排长队 我们就给他都拆掉了 这样的人就鱼贯而入 非常轻松的 安检和验票还是需要的 我们就设在两边 但是不是两个口 十八个口 一边九个口 增加了九倍以后 来多少观众 都不排队了 观众到了我们端门广场 从买票到进入 今天应该十五分钟 就可以顺利地完成了 原来观众呢 这个还有一个非常纠结的地方 就是老有机动车 从身边驶过 还有时候还叫大家让一让啊 来宾啊 来了 贵宾来了 我们因为工作关系 在里面可以开车的 因为故宫很大 从一个部门 我们是可以开车的 有特权 有的省长部长 秘书打一个电话 说那就放行 外国总统总理来了 警车带队进去 人少的时候行 观众增长了一倍 环境受到很大影响 安全也受到很大威胁 我们呢就是 对社会宣布 机动车不准再驶入资金城 驶入故宫博乐院 大家遵守得非常好 从那一天 我们只有一个部门 一次违禁开进开放区 我们全院通报以后 再也没人敢违反了 但是呢 不遵守的就是 警车带队的这个队 他们说这是礼遇啊 六十年来一直是这样的 不能换一个院长 礼遇也没了吧 我说呢 白金汉宫 法尔赛宫 日本皇宫都没有礼遇 都是要走进来 为什么我们的紫禁城 故宫博乐院就能够开车进来 怎么说也不行 然后呢 法国总统奥朗德来那天 我们刚发过这个规定 一星期以后 他来了 我去找人去迎他的时候呢 武警还是在太和门广场 在那警卫 我说车今天不能使进来 他说我们接到命令 就是要开进来 我说呢 我们已经向社会公布了 不能开进来 你们要叫他车不能进来 他说那我们做不了主 我说那没办法 我们就把门关上了 这白天第一次把武门关上了 完了通知对方 我们这门可是世界遗产 不能撞啊 然后他们赶快上报告 结果呢 几分钟 他们接到命令 就出去了 然后又过了几分钟 奥朗德车队来了 在武门外面下车 我向他讲雄伟的武门的故事 然后他带着女朋友穿过长长的门洞 我觉得他那种表情 是受到震撼了 这个在联想的以前的外国的总统 总理就很可怜 他是开车进来的 下车还得问我到哪了 我到故宫没有 我到故宫哪了 他就没有这种感受 现在呢就是所有的外宾呢 国宾呢也都很遵守 都在外面下车 然后带着保镖 带着女朋友走进来 确实这有一个文化尊严和观众权益的问题 当年八国联军是德国军队是骑着马进的紫禁城 在太和电广场还搞了一个所谓的列队 今天应该说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灵 我们要有自尊 我们要有尊严 所以要从文化尊严做起 有一次我到外交部 跟他们做报告的时候 三百多机关的干部 我真的很感动 我讲完这个以后 他们全场给我鼓掌 今天就没有鼓掌 谢谢 今天人们进了故宫博物院 应该是带着一个观赏和增长知识的心情 故宫开放的面积太小 2002年 开放的面积占紫禁城的30% 也就在那一年 我们正心苗院长向国务院报告 启动了故宫古建筑整体修缮工程 为时18年到2020年结束 为什么到2020年结束呢 那一年是紫禁城建成600岁生日 就1420年朱棣皇帝永乐开始建造的紫禁城 现在已经进行了14年了 紫禁城随着古建筑的修缮 在不断地改变面貌 这是修缮前的五营殿 这是修缮后五营殿今天的书画馆 修缮前的慈宁宫 西部最大的宫殿 这是修缮后的慈宁宫 今天的雕塑馆 修缮前的清安殿 这是修缮后的清安殿 修缮前的神武门和修缮后的神武门的比较 修缮前的前缘阁和修缮后的前缘阁 总之经过修缮 紫禁城逐渐恢复它健康稳定和它的文化气势 今天我们再继续修缮 同时也改变一些过去历史的激压的一些问题 比如建福宫花园 1923年的6月 紫禁城一把大火震惊朝野 人们怀疑是太监偷东西以后毁灭证据 所以把保存着无数珍品的建福宫花园烧掉了 一下就荒凉了几十年 到了1998年 我们香港的陈启忠先生 组织捐资 经过国务院批准 建福宫花园 修好了 今天是我们开展文化活动和社会教育的 非常重要的场所 随后又是这片中正殿 也是在这场大火被殃及的也烧掉了 今天中正殿也修好了 是我们今天藏传佛教中心的场所 这是竣工的时候 文化部蔡武部长和陈启忠先生 亲自给中正殿重新把牌子挂起来 今天是我们的佛像展厅 唐卡展厅 给它合理的利用 从这项工程 今天我们对于古建筑修缮 开始探索更科学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因为古建筑修缮要最大限度地保留历史信息 不改变文物原状 还要进行传统文化的传承 是项科学的工作 特别是今天紫禁城的修缮 开始进入建筑非常密集的一些区域 比如东西六宫 比如零寿宫区 零寿宫区是乾隆皇帝 85岁准备当太上皇建造的一个太上皇的宫殿 核心的部位是黄积殿 其中还有一个小花园 160米长 48米宽 亭台楼阁甲山林立 四斤院落 前面两斤已经开放了 后面两斤从来没有开放过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修缮 难度很大 最后的这一栋 绿流的黄茧边呢 叫卷秦栽 一排九间的房子 修缮的时候也是很具挑战 所以我们现在做了一个七年的计划 现在已经执行到第三年了 才能把这组建筑修好 每一道工序 每一个步骤 都要详细地记录 都要公开出版修缮的报告 每一个修复都要用原工艺 原材料 原技术来进行修复 从墙上摘下来的牌匾 银帘贴落 还有隔膳心 都要准确地测绘定位 回去的时候都要一丝不好地 回到原位之上 这就是刚才说的卷秦栽 它居然不是黄流利 是绿流利黄茧边 在紫禁城里面非常不起眼的 一排九间房屋 但修缮的时候也急剧挑战 它的地面是苏州产的金砖 梁架是紫檀的 这个绣品也是苏州产的 加丝双面绣 176个窗户 窗户上面 梁架上面 镶嵌着2640块和田玉 这黄颜色的是竹黄 过去只听说用竹黄做笔筒 没有想到皇帝用竹黄做装修 这个织绣坐垫靠垫 是江陵的云锦 里面是个小戏台 竹里一把竹戏台 一派江南风光 但是显然竹子到北方 是不能很好保养的 所以这些竹子都不是真的 是用六万四千段金丝楠木拼装的 拼装出这样的景观 上面有一个通景画 李郎士林的学生画的 紫藤的一个架子 非常凉爽 但是这幅通景画修的时候 给它落下 发现它表在那层地藏 是一种植物做的 专家分析这种植物 只有在安徽的山里才有 于是去安徽的山里 寻找这种植物 和可以用这种植物 做纸浆的传承人 做了上百次的实验 才做到原来的同样的品质 然后把成品再抬到故宫博物院 把这幅画再重新表在外面 所以今天看不到 他们所做出的努力 但是为的就是 比如两百年以后 三百年以后 如果再修卷秦斋的时候 我们的后人就知道 当年使用什么样的材料 什么样的技术 什么样的工艺 这就是我们今天 必须要持的 为未来保护今天的理念 这就是这个可爱的团队 除了这个人以外 其他都是团队的 他们做事很认真 我们从今以后 对于故宫的古建筑群的修缮 我们要秉持更加科学的态度 所以我们从今年开始 从去年年底应该说 对媒体 对向国院报告 我们不再是古建修缮工程了 我们是研究性保护项目 我们的全过程 都要体现研究 从他的病害的勘察 到精测的测绘 到他的材料的筹集 到他的修缮的每一个步骤 都不能再采取 普通工程的那种招投标的手段 而必须由专家和经过培训的传承人 才能动手来参与文物本体的修缮 不是说一年半载就要把移动建筑要修完 而是要需要多长时间 要进行科学的修复 修复的过程要公开 然后修复的结果要公开出版系列的报告 这样的就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 比如我们在修我们最核心的一组建筑 大家都知道叫养心殿 养心殿在故宫里面并不是很大的一组建筑 但是是充满故事的地方 顺治以后清朝八个皇帝居住于此 无数个历史的事件发起的原点 这里比如像垂帘听政 比如像三西堂都是在这里 但是过去观众对于只能趴在玻璃上 往里面张望 里面还又不通电 所以黑乎乎的 一到冬天还得把那个哈区给擦掉 才能往里面看 只开放了17% 这么大一个养心殿的区域 只有17%的地方可以通过窗口往里头张望 显然不是一个应有的 但是1500万观众 其中500万 三个人就一个人会光临养心殿 所以是最著名的一个参观的地方 但是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环境 像这就是趴着玻璃往里面看 里面的这些都只能站在门口看 这就是垂帘听政 两宫皇太后坐在后面 小皇帝坐在前面 把帘子放下 里面除了古建筑以外 有3000多件各类可移动文物 包括这些贴落 牌匾 银帘 都是最珍贵的一些文物产品 包括紫檀的家具这些 那么对它的修缮无疑极具挑战 我们希望能够按今天能够达到的最高标准 来采取研究性的保护的方法 来进行修缮 这间房子就是三西堂 能够把它修好 所以这就需要社会资金 给我们加以安排 所以陈启忠先生再次慷慨解囊 为养性店修缮捐赠一个亿 最近有一个画家叫崔如卓 他捐赠我们一个亿其中4000万 用于养性店的修缮 昨天我们的董建华主席 我来他说吃饭工作会议 我一开始还不知道什么叫工作会议 原来呢就是他们在吃叫我在说 他们吃两道菜以后我才允许我吃 吃完了还得接着说 我不知道这个会有什么后果 结果奇迹就发生了 我说养性店修缮 不可移动文物可移动文物加起来 需要两亿二的资金 现在呢已经筹错了一亿四千万了 还差八千万 数额不大 欲捐重数 结果快吃完的时候 我们的非常有公益心的 我们的企业家说 那八千万我出吧 我们从此在我们的东华门古建筑馆 立起一块向公告的一个叫东华榜 过去我们景仁公有一块景仁榜 就是向古宫捐赠文物的永远 赚客名字赚客的上面 一直延续到现在观众都在看 谁在给古宫贡献文物 现在我们第一次开始征集资金 我们开始设立东华榜 把对我们古建筑做出贡献的 开明的人士 能够向大家 最近国务院发布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的通知里面 特别强调鼓励社会和个人 向修复文物进行捐赠 想知道更多故宫博物院的历史 和它未来的发展动向 请继续收看 故宫的世界 世界的故宫第二部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